蔡其昌爭取連任最後衝刺持續接頭敗票 上午跟太太兩人合體 一起搭上了宣傳車 在臺中大甲 大安 外埔等地區掃接敗票 要支持民眾接到消息 放炮迎接 相當熱鬧 蔡其昌跟太太兩人合體 一起搭宣傳車敗票 支持民眾興奮 放鞭炮迎接 車隊在大甲大安外埔地區大街小巷行進 兩人穿著後外套頂著寒風 不斷揮手爭取民眾支持 這段時間我跟我太太都分進合集 那她走她的路線 我走我的路線 那今天因為是選戰最後一天 這個掃接我們兩個都會一起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習慣了 那這樣的習慣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幸運 所以我們今年也不例外 出發前蔡其昌還貼心地把太太身上 彩帶固定好 展現難得的鐵漢柔情 我很感謝她每一次到了我選舉 最後關頭她都會這個義無反顧地 出來挺她的最愛的老公 這樣可以啦 鞠躬再鞠躬揮手再揮手 其實車隊掃接前一大早 蔡其昌跟市議員楊典中以及助理 來到台中清水菜市場口跟買菜民眾敗票 4號的蔡其昌 四號蔡其昌需要大家支持 拜託大家每次票都非常關鍵 那我會繼續加油 我想我不能讓海線淪落 讓空降對地方都不了解的人來當選 選前倒數蔡其昌台中海線掃接 敗票衝刺 爭取繼續推動海線建設與進步 替鄉親爭取福利的機會 記者李永勝許家師台中報導 呼呼呼呼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